郭客兄 桂林國小全校只有27個小朋友 五五年紀的郭宜航在一百十個小年度 全國開心 他們跟比賽郭林康布全區掛塞 押押的國小鼻子是來得到猶豚 郭宜航從立刻開始就開始來學習押押 並且上當的認真 讓我們看到平常修學辦學的用心 好聽音樂聲 讓人聽到是真立馬 他是國慶桂林國小五年紀的學生 郭宜航 他在一百十一年度的全國學生 他們跟比賽郭林康布全區國賽是拿到猶豚 學快三年了 那這次比賽得到優等 心情是怎樣 有點驚訝說 我竟然可以追上全國賽 那在比賽前有沒有特別加急訓練 有 因為午修的時候也會去練 記得老師表示 其實郭林康在認識的過程是相當的辛苦 尤其是有枕頭 以及水智本的方式 都是要很強求 那在我們訓練的過程中 非常的辛苦 因為在每個技巧 在每個很多細膩的地方 尤其是孕子 還有夫妻 還有他的孕蛇 這方面我們都要求的非常的多 我們除了白天在學校跟他指導以外 我們也利用課後的時間 甚至晚上我們利用Google Meet 視訊的方式也給他加以加強 國慶貴林高校全校只有27個小朋友 因此此處拿到全國優定的好心劇 是相當的不簡單 讓人看到平鄉修學辦他用心 我們五年城邦烏陽同學 經過很辛苦的訓練參加全縣的音樂比賽 榮獲我們離主的第一名 所以代表全縣 雲林縣來參加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的個人項目 直底獨奏 能夠榮獲優等 那我們歐主任非常辛苦 尤其是我們這種山區小學校 全校學生27位 能夠在這邊現賽脫穎而出 又在全國賽獲得優等佳績 表示我們這個小校還是非常有競爭力 而且很好的一個典範 看起來簡單的篇子 建造其實有很多學問在裡面 這次我以後拿到預訂的好心劇 他心口 努力 念心的心口 也讓全國來看得到 記者領破營 採用報導